近期国务院提出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今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立足我国发展实际 充分考虑社会关切体现自愿弹性的原则 采取渐进的方式坚持小步调整逐步到位 从2025年起用15年的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调整至63周岁 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调整至58周岁55周岁 用较长时间实施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